Hello大家好,我是大兽亮哥 北京时间2月15日,2023年 全国室内田径邀请赛锦南站第一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女子60米预赛和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广东的马慧星 马慧星成功的广东城第15届运动会 女子遗嘱100米冠军等等 现在的马慧星年以才只有19岁 可以说也是中国短跑朗朗升起的新鲜 本场比赛马慧星上有了决赛好戏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今天上我们就来评论精彩的画面 主要是在上一战的女子60米决赛中 处在第三跑道的马慧星跑出了7秒35的成绩获得亚军 而这个成绩和第一名的国家队选手 袁琪琪的7秒32也只有0.03秒的差距 这也可以看出来今年的马慧星的竞技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先来到本战预赛的赛场 预赛中马慧星处在第7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马慧星的最大地方对手 就是处在第5跑道来自安徽的天才少女李玉婷 预赛比赛开始后 李玉婷的起跑反应达到了0.176秒 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处在第1的位置 而马慧星起跑就会稍微逊着一些处在落后的位置 不过只见马慧星很快就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个人能力渐渐聚了上来 只见马慧星和李玉婷几乎是同时赚钱的 最终马慧星以7秒46的成绩逆转夺的 预赛第一竞技决赛 而李玉婷以7秒51的成绩获得第二 而马慧星也以7秒46的 预赛总成绩第一的身份竞技决赛 决赛中马慧星处在第三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马慧星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来自湖北的徐家路 比赛开始后 徐家路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行列中 而马慧星起跑反应只有0.246秒 是所有参赛选手中最慢的一个处在第7名的位置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马慧星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开始分离直追 而徐家路也跑得非常快 只见马慧星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马慧星以7秒38的成绩逆转夺冠 偶徐家路以7秒41的成绩获得亚军 二者只差了0.03秒 从起跑并不好只处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再到后程爆发 风力联操6人卷杀夺冠 只能感叹马慧星的未来将无可限量 也期待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一眼给予谁是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